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万导 阿普从西藏过来的 特别远 它那边是高原 说没有螃蟹 那我们今天弄点螃蟹 来用竹筒烤的跟它吃 它会夹人的 来吧 进去吧 它只能把壳子打烂才进得去 好大呀 对啊 小心夹着手了 待会很痛啊 删不下去只能用锅蒸的 先放里面煮着它 火煮吗 对啊 开始烧火 我们就吃六股螃蟹 阿普你在老家的时候有没有烤过鸡蛋吃 没有 你在这里学了一早 以后回家带点鸡蛋去散散烤的吃 对 好像听到螃蟹在里面一直动 打开看一下它会不会跑出来 哦 摁得摁不住了 压着 拿个石头压着 摁不住了已经 哇 已经熟了 拿下来 可以了 阿普尝一尝 知道吗 对 先吃腿吗 先把它有点烫 有点烫 慢点 啊 啊 现在还 脆不脆 嗯 里面有个脆 嗯 有个汁 对 好吃 刚打开的时候就好香啊 嗯 这上面还有蛋黄 蛋黄好吃 干杯 干杯 人酿了三年的葡萄酒 好 谢谢蛋黄 谢谢 谢谢你的热情宽敗 非常甜 有酒有蟹 欢迎你下次到西藏来玩 好 你们那边烤全羊不错 下次我要出去吃一只羊 就没问题 好 嗯 嗯 今天烤了这个大螃蟹非常好吃 阿普 嗯 以后你有时间一定来多玩几天啊 好的 一定会来的 你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 哈哈哈哈 很好玩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 欢喜气味 我们下次再见 这还有 还有 还有四个 一人吃两个 哈哈 不给摄影师留了 看完色了 来摄影师吃 哇 我这个是最好的 蟹黄肥朵 你再诱惑我 我就吃掉你的了 不给 好 今天摄影师终于出镜了啊 你看它真香 嗯 嗯 平时老是说不给摄影师吃 其实拍完之后 都是留跟摄影师吃的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欢止TV 喂